好 來看到端午節 華龍舟是知名的這個民俗活動 但是龍舟隊伍當中的舵手 現在人力逐漸連老凋零 而在苗栗竹南 這裡的參賽隊伍 也從去年的三十九隊減少到三十六隊 也因此竹南正攻所是特別展開舵手訓練營 希望可以培育心血 還吸引機師跟工程師來報名 選手整齊劃一向前滑 龍舟飛快的筆直千進 靠的不只是奮力划船的講手 還有一個默默在船尾 動作不大 卻是整艘龍舟的靈魂人物 他就是舵手 華龍舟是端午節的傳統習俗 苗栗竹南 中港西 每年都會舉行全線龍舟賽 但現在龍舟隊伍中的長舵手 逐漸年老凋零 導致今年參賽隊伍 從去年的三十九隊減少到三十六隊 工所為此特別舉辦舵手訓練營 請來四位七八十歲的老舵手 為心血指點迷津 人家火龍舟已經二十幾年了 我都在參與 後來一些頭一代的 沒人了 教練已經七十七歲 要把畢生舵手經驗傳承 二十一名學員有男有女 還有開過飛機的機長 科學園區的工程師 軍人等等的職業 而長舵手最重要的 就是隨時要觀察水流與風向 來調整龍舟的位置 看似輕鬆 其實很吃技術 會想要來參加是因為 當女舵手很帥 那個舵很重 所以你很常會被他拉進去 但是船夫們都很用心 很認真的起掌 連續三天的密集訓練 結訓後選出六人協助今年龍舟賽 休閒組的掌舵手 要將這掌舵的技術傳承下去 借鵬光時苗栗報道 請問一下 好 好